大概把那个就是像Python转VBA 这个过VBA转Python 可能回去的话也许可以再试入 另外的话就是说像那个VBA里面 它比如说有像几个重要的物件 像储存格我们通常用Sales 瓜糊里面先列在栏 那Sales物件后面都是放数字 当然你那个栏可以用文字 不过因为它是数字的关系 它可以跟回圈搭配 但Range的话Range瓜糊里面是放 通常是放文字放字串 比如说A1储存所以 如果你这样要跑回圈 你用放Range物件 跑回圈可能比较不恰当 所以通常用Sales物件 所以储存格 然后Range也可以当储存格 但也可以当范围Range 像昨天有同学问说 它比如说有几百个工作表 它要一下子把它变成一个工作表 那怎么办 你可能就要学会Range Range物件 Range物件里面 它可以去适当的 我觉得有时候工具 是VA 如果是在一般公司来说 是最简便的 为什么 因为几乎都会有ESale 而且都会有VBA 但不见得可以让你安装排成 因为很多金融机构 好像保险公司 他们软体的控管非常严格 也就是如果你基本上要装Python 还要上签 因为很多朋友 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学的东西 用现在很不好 不太方便 不过目前是这样 以后会不会大量开放 也许会 不过目前还开始这样子 如果说你用Python 假设没办法 那你可能就是用VBA完成了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尽量就是去把刚刚我讲的 像Sales物件 Range物件 比如说你要把几百个工作表 一堆 你要合并成一个的话 那那些学生说 以前 它是什么 土把链钢 怎么样 选取 复制 贴过去 再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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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如果你懂得用那个什么 Range物件 把那个范围 它有一个方法叫点Copy 点Copy就是把那个范围 你告诉它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配合一个叫Current Regial 就是你有没有放在那个范围 它会自动帮你把它全部选起来 然后再配合一个点Copy 点Copy后面跟它讲说你要放哪里 你就跟它讲说 放在那个我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 跟哪个位置 它就帮你复制 那所以你可以跑个回圈 第一个Copy过去 然后再侦测 那个Copy过去的最下面一列 再下一列 继续把它Copy过去 Copy过去 其实跑个回圈之后 结果就OK了 当然 不过讲是这样讲 我说你回去试试看 不过后来它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当然 也许之后的话 当然就帮它写一下 给它看一下 也许就OK了 它可能以前每天要花很多 时间的事情 可能写个程式就搞定 那这样效率自然就大大的提升 不然的话 它每天工复制贴上就耗得一整天了 其他事都不用做了 当然它老板一定也会 就当然一定会一直 argue 它说 奇怪你怎么不把 VBA 学一学 这种东西能够马上学会吗 不过我觉得还要花一点时间 另外就是试验驱动跟除错 尤其是除错 那我有讲过 其实在 VBA 里面 它的最大特色是除错环境 其实还是比较友善的 相对于像其他的 像 Python 里面我们在 Euclid 写 其实虽然也可以除错 可是其实没有那么方便 那 VBA 很简单嘛 你就设个中断点 它程式跑到那边就停下来 已经很少遇到这么友善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这几点看起来 其实如果一般工作用 VBA 搞定 其实就已经算是挫挫有余的 那如果有一些没办法 那你只能用 Python 来做 所以我们有在这边讲了一些 有关 VBA 的一些 上十个礼拜部分 还用 RAN 有物件等等 那再来就是说 就是之前有讲过 MAS CI 其实也可以把它改成 用那个 VBA 的版本 那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 那个 MAS CI 本来我们是把 1到 12 月的英文 其实 VBA 的好处嘛 像亚拉就可以 那我们 Python 里面是放串列里面 但是在那个 VBA 我们是直接就放儲存格 OK 实际上那个儲存格 跟串列 感觉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特别这样讲 因为一个是看得到的 一个是看不到的 其实看得到会比较容易理解 如果你看不到你要想像 有时候真的是不太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是用 VBA 的版本 跟各位做说明 再来的话就是串列的输入 跟最后的那个档案读取 上一个礼拜的东西 就打开那一半 Eclipse 也蛮贴心的 然后马上帮你打开 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是 讲到有关那个 Python 的手动输入 比如说这边原来我们是手动输入 一个一个慢慢输入成绩 再秀出结果 那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今天要算出什么几个人 比如说我就输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那最后他会告诉我几个还有总分平均 OK 最后比较麻烦要复一 Enter 结果就出完 但是这个部分变成你要一个一个一个的输入 那怎么输入呢?关键在这里 有没有,建一个空的串列 所以这个以后如果你要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你大概概念就差不多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建一个空的串列 那在VBA 里面不用 VBA 你就随便看你要输入到哪一栏 他就本身就有了 OK 那你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呢? 就是利用什么? scope 点后面有个方法 关键的地方 所以这部分可能要特别熟悉 以后的话你可能要很直觉的 我就是 当他输入一个东西 Input 之后有没有,放在这里 然后我就 append的把这个成绩 帮我放到这个scope里面 那这个scope本来是空的 有没有 他放98 里面就放第一个 放第二个就加逗点 第三个再加一个逗点 第四个就-1 所以里面的话会有放四个东西 但是它的编号是0到3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一直强调 所以最后要把L1N L1N它回来就是4吧 1234 那为什么-1呢? 因为我们要把最后那个-1扣掉 OK,最后再把它做那个total 并且把平均算出来 然后用format format把那个total多少 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取到小论DAA输出 这上礼拜最后讲到 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呢 不要用什么呢? 用一个一个输入 而是希望呢 我假设我已经有输入一个成绩在外部 假设ch.tsp的档案就在这里 OK 那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直接就批示方文 读到串列 所以另外一个变化题就是说 我们今天已经有个档案 那我们需要学会第一个 如何读取档案 OK,还记得吧 读取档案其实就一行两行 第一行就是F等于那个Open Open什么呢? 跟它讲档案的位置在这里 有没有 然后呢 逗点后面刚才讲一个R 读取模式就是R 那他就帮我读到F的那个物界里面 那我们再用什么呢? 用那个Read 有没有?Reader ReaderLight ReaderLight 有没有?OK 有三个方法 很好记 然后把它读到什么? 读到一个 也许我们ReaderLight 那一行 这一行帮我读到一个S的变数 另外用S变数 S变数里面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它里面有个方法叫Street 有没有?有点像那个 Esser里面的那个什么 资料 那个剖析 有没有? 资料剖析 那帮我剖开来 放进一个串列 那放进串列就是一个Score 一样是Score串列 所以这个是自己建的 我们从按右键这边 择一个什么?择一个File 自己来输入 或者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档案 你到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成绩读进来 有没有?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 逐一输入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样子 Open它 Open这个档案的位置 跟它讲 然后用R的模式读取 另外的话用ReaderLite 特别说ReaderLite 这边一定要加小刮读 OK 那ReaderLite意思说 我把这个档案的这一行 帮我读到S里面去 那S就变一个字串 对不对? 但是这个字串里面的话 里面就是很多个成绩 那我要把它分开来 OK 那怎么分呢? 就是用Score 有没有? 我们把它放在Score里面 最后呢 其实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OK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9个 所以它拖开来 这边有9个 然后把总分算完 把平均算完 那就是最后的结果 OK 这是上个礼拜最后讲到的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现在会练习一样 外部档案读取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用外部档案读取的话 反正不管 像一般公司会用到这样的 它会从ERP 那ERP 会出的都是档案 或者资料库会出的都是档案 那丢给你之后 你要怎么处理 很多时候 现在很多大企业 或中型企业 它中间这一段没有人写 就ERP 有系统 但是 再到 你要把它变成报表这个过程 没有人去玩 所以很多人怎么样 就是图法令刚 给你一个档案 你就慢慢在那边弄 所以有很多人 其实如果你用程式弄 大概几秒钟结果报表 甚至视觉化报表都画好了 但如果你不会 有人就是一整天都在做那些事情 报表还弄不出来 所以我发现很多 我说我去建交我旋 就是贵的人很轻松 每天就已经做好了 那我说你会不会给老板知道 你做好了 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然后你在干嘛 就装忙嘛 对不对 他们很多 然后慢慢弄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他下班之前 因为老板大概会以为说 你这个事情大概如果就以前的经验 可能你要用一整天 大概实际上你早上弄好了 OK 剩下的时间你可以练功嘛 所以我之前也遇过学生很厉害 他每天又练功 练到他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他每天又练VBA 把VBA练到已经如何存清的地步了 所以那个期末我现在上台讲一下他的专辑 他真的很厉害 每个地方真的一键完成 已经都写好了 然后一键按下去 他的报表就自动产生了 已经做到已经是 已经无可挑剔的技 因为他可能时间太多了 每天都已经弄好 每天都练功 真的他已经练到一个地步了 然后可能他现在工作 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技能 跟他的专业 所以他一直在想说 就骑驴着马嘛 反正慢慢看嘛 如果有好的机会的话 那他就实际可以 因为可能老板不可能加薪 又给他加薪 那不可能加太多啦 所以他其实有更多的机会 对 他如果一直又可以 他又有更好的机会 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事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尽量去想 因为这都工具 我强调他都工具 未来如果有更好的工具 你就是再去找工具 那其实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因为现在老板就是要 视觉化报表 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产生他要的东西 那就是好工具 那你管他是VBA 管他是Python 管他是Java 管他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是一个好东西就对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这个 先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尤其是串列的概念 还有怎么把档案 读到我们的那个串列里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后面有非常多的地方 都会这样用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各位先指示一下 大家好 谢谢大家